年初熱車公彈這支為香港求賭的15號中籤 足足求了5次才求賭 真是力盡千辛萬苦 負責求籤的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自己兼任解籤師傅 說是大家期待政府推出好的政策 精準推動經濟 那真正的解籤師傅又怎看呢 虎根池已入山林 就說好像走在一個白鎮圖裡一樣 騰騰地轉 走來走去都未走出來 未得之時那處沉 去哪裏找條路出來呢 第二句 損鳥梁才失卻力 走到腳都痛了 車公叫他坐下來休息一休息 他這句說話 勸軍留住代春林 就是指什麼呢 在春天之後 經濟才會好回來 但是呢 是人為的問題 那好了 要政府 搞好民生才可以 不是經濟怎樣會好回來呢 陳師傅不止解籤的 還拆解了劉葉強求五次才成功 當中有什麼玄機 他掉了一堆籤出來 那已經對意頭都不好 可能他自己呢 那個心裡 都不定 不知會求到怎樣 所以一怕起來就掉了一堆籤出來 沒問題 我會比你更多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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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